Hello大家好,我是阿阳 好,咱们继续逛狗狮啊 现在咱们看到的这是一个大娘和大叔 带过来的一条德木 这是三岁的一条德木 这是一条公狗 这边的话它还带来了一条黑狼啊 五个月的黑狼也是一条公犬 里边呢还有几条比特犬 这是这个狗狮里边它自己养的 这个大叔把德木牵下来了啊 你看这比特比特反应真快啊 这个德木可不是这个比特的对手 所以说这个大叔找地方拴狗 没有合适的地方 因为天还是比较热了啊 这边大太阳地 大叔还是比较心疼他的牧羊犬 说找个地方别把狗晒着了 里边那条黑狼也不错啊 五个月长那么大个子 这条公的一条德木的话品相很一般 好咱们继续往这边看啊 今天的德木确实很多啊 这又是一条德木啊 这一条这是一条母犬 现在有两岁了 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正脸 这是侧面啊 可以看它的颜色在太阳光下面 颜色还是不错的 个头不算太大 作为一个母犬的话 还算可以吧 这个要价是一千八 价格整容说还算可以 不高不低 这边啊 看一下人多不多 这还有一条啊 这是一个大爷带过来的 这条德木的话 这是一条肿狗 来给大家看一下它的正脸 这条狗啊 要价三千啊 价格太高了 这是一条 大爷说这是一条两岁的肿狗 就是有点瘦啊 你看 可以看出来它确实有点瘦 头版各方面确实的到位 你看还挺凶的啊 对着我一直叫 这种狗的话 属于这种大体的德木 体的话就比较大一点 肩高估计在七十四五左右 那么正常的德木的肩高的话 也就在七十左右 它这种的话又在七十四五 就是太瘦了 这么大的个子 最少得上百十斤了 但是我默测了一下 也就是在七六七十斤左右吧 你看绳子拴得多紧 你看又来一条德木啊 今天的德木确实很多啊 那条德木这是狗饭啊 狗饭签的 你看这边还有拉巴拉多鸡毛 都有 今天狗吃的人还是挺多的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条 两岁多的德木 值不值这个三千块钱 这是一条狗饭啊 这是狗饭签的一条德木 狗饭弄走了 肯定不会出高价收的这条 你看一会儿都弄上车了啊 好咱们继续往这边看啊 又是一条德木啊 这条德木一岁半 是一个大哥带过来的 要价三千 价格有点高 但是从体型从颜色来看的话 还算可以 这条狗最多啊 最多两千块钱 嗯 再高的话 这狗要不了 大家如果说对着狗感兴趣的话 评论区可以给阿阳留言 没有给阿阳点关注的话 这边给阿阳点点关注 你看这条狗转来转去的 警惕性还是挺高的 颜色的话 整体发红啊 从后腿 从全腿整体发红 你看在眼光下 这个后腿多红 呃 头版各方面 呃 我个人感觉很一般 作为公犬来说的话 它很一般 如果这是一条母犬的话 我愿意给它掏两千五到三千 都没问题 作为公犬的话 我感觉它确实有点小 好 今天的狗事啊 就带大家看这里 你们想看什么狗 直接留言 好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